收入微博 怕靠什么重金打赏网络主播 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 就是这样 孩子的临别耳语 为什么让民警潸然泪下 妈妈 这次不要再老 我卖掉了 没有虐待 没有转卖 好心收养孩子 怎么也会惹来牢狱之灾 我从感觉别人回去吧 比较憋去那种心理吧 一掷千斤的背后 是什么让他迷失了方向 夜线带您揭开荒唐打赏 背后的秘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 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说到拐卖儿童 我们马上会想到人贩子 拐了别人家的孩子来卖 其实被卖掉的孩子中 有相当一部分 是被自己的亲爹亲妈卖的 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 一定是极度贫困 走投无路吧 但我经历过的 自己的父母 卖自己的孩子的案例 往往是由于一些 莫名其妙的原因 比如说这位父亲 他需要钱打赏女主播 一起来看 2017年9月24日 虽然已是深夜 但安徽省宣城市 广德县公安局小会议室内 仍是灯火通明 刑侦大队的办案民警 正在商讨 如何解救一个 叫妞妞的四岁女孩 民警结合仅有的一点线索 最后一次研讨解救方案 并针对这次解救中 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制定预案 随后十几名民警 紧急赶往办案地点 我们警方接到这个案件之后 最大的困难 也是最大的重点 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把这个受害人解救出来 广德县到宁国市 距离60公里左右 道路坑洼不平 由于修路 只有一侧道路可以通行 加上夜间突然下起了大雾 能见度只有4到5米远 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这次行驶了三个多小时 虽然午天开车十分危险 但是民警都希望 多争取一点时间 好让女孩被找回的希望 更大一些 因为毕竟孩子被拐卖了 解救孩子 是我们当时心头里面 非常急的一件事情 所以去的时候 车速也是比较快的 在这么快的车速下 对面窜出车子 所有人心里面都拎着的 安徽省广德县公安局 行政大队的这次紧急出动 远于当晚九点街道的一起 离奇报案 来报案的人叫赵某 他自称和女友分手后 因无力照顾孩子 在不久前 把四岁的亲生女儿给卖掉 现在希望民警帮助自己 找回女儿 所有当时进行的民警 都感觉非常困惑 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怎么会把自己的孩子都卖掉 经过询问赵某说 女儿妞妞是在2017年7月份 被卖掉的 平时由孩子的妈妈照看 现在买方汪某的电话 已无法接通 时隔两个月 女孩现在怎么样了 如果买主汪某的信息是假冒的 遇到的是人贩子 孩子可能已被辗转到异地 解救工作 就会像大海捞针一样艰难 孩子卖给邻国一个汪姓的男子 对于汪姓男子的情况 我们当时并不掌握 这个孩子被买去之后 到底是干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安徽省广德警方 很快掌握了汪某的相关信息 但是警方没有贸然去联系他 怕惊动了汪某会把孩子转移 通过了解 民警还找到了一个叫老帅的中间人 找到他 案件也许会有些眉目 于是民警兵分两路 开始查找孩子的下落 如果当天孩子解救不出来 就算把犯罪嫌疑全部都抓获了 也盯罪了 但整个案件应该来说 还是非常遗憾的 孩子安全又得到保障 赶到安徽省宁国市的民警 找到了汪某户口所在地 汪西派出所 可得到的结果 却让民警大失所望 发现这个汪姓男子 已经不在户籍地居住了 实际上是户在人不在 本来以为我们以为 去了之后找到汪姓男子 就能够顺利地把孩子解救出来 结果这个线索一下子就断了 我们刚刚放下的信息 一下子又悬了起来 与此同时 另一路的解救工作也不顺利 民警到达老帅的家 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 而老帅本人却外出没有回来 查找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他说他喝多了 没办法赶到矿上 但是我们心里就一紧 他会不会已经发现 或者是知道我们公安机关到矿上来找他 他如果是个惯犯的话 会不会此刻就正在转移孩子 孩子一旦被转移走了 再寻找起来 就是有更大的困难了 那么赵某为什么要卖掉女儿呢 他到广德县公安区报案 同时也是投案自首 他和孩子之间又经历了什么 28岁的赵某出生在云南省楚雄市农村 姐弟四人 他在家排行老三 小学文化程度 由于家庭比较贫困 赵某很小便出来打工 由于没有一技之长 他外出打工 基本从事的都是体力活 工地上搞了一个家子工 然后基本上这段商比较多 还有宁神宁国这边 就是在这里转 还有富洋也是做转商 很多种就是搬运 主要就是搬运 把它装上车去 从那个鸭子里面做出来比较多 2013年夏天 赵某与家乡的女孩小娟相爱 2014年9月 两人来到安徽省宣城市打工 不久两人在未办理 结婚手续的情况下 迎来了女儿妞妞 但随着女儿的出生 家里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 赵某收入不固定 多时5000多元 少是只有2000多元 但凭赵某一个人的工资 家里的开销很快捉襟见肘 这让两人十分苦恼 赵某频繁地换工作 并开始寻找创意的捷径 希望挣到更多的钱 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但是老婆小孩 你再去许个技术 刚确学几百块钱一个月 那还不够养活家庭呢 对不对 现在才想到去学已经完了 学什么技术 后来女友小娟再次怀孕 去医院做流产手术 实在没钱的赵某 借了一万多元交了住院费 流产后 赵某与女友小娟的矛盾 也随之升起 不久 女友小娟跟随娘家父母 带着女儿妞妞 到广东去打工 两个人的感情逐渐破裂 突然有几天她就不理我 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我就没上班 直接跑过来问她 她就不理我 就是这样 我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然后后面她实在要分手 2016年夏天 赵某和女友小娟两人闹分手 双方的父母轮流照顾孩子 出于让两人和好的目的 老人们希望他们独立抚养孩子 赵某找到女友小娟 劝她回心转意 在希望破灭后 她便在2017年1月 从女友家接回了女儿 她爸爸就不给我们带鞋孩 说看她怎么分 她带个鞋孩能去哪里 然后后面我说算了 我既然要分 我血液我也不会给她 赵某父女俩辗转多个城市后 在宣城广德县 一家专窑厂稳定下来 但是由于专窑厂上班时间不固定 经常加班 怎么照顾好孩子 这让她很是头疼 她准备把女儿送到幼儿园 但是入园也遇到了困难 那时上学的话 送幼儿园的话 她早上要7点钟 就送到学门口 7点钟我基本上就是在上班 然后报名不好报 每次上班后 赵某只好委托同事帮忙照看 但更多的时候 孩子都是独自一人 在工地上玩耍 经常弄得伤痕累累 这让她很担心 自己的外面男朋友 他又比较调皮 跟个小男孩一样 跟他穿衣服什么的 过不了五分钟 他就自己脱了 那外面水弄他又多 全身的淋湿了也是 先雨天也说自己跑 我下班要洗澡 有时候洗个澡 不注意他又搞脏了 然后什么厂里面 那些鞋鞋鞋吧 你们这边不是有那个井吗 那就拿来扔到那个井里面 然后后面我也感觉挺危险的 万一我白天睡觉 他去那个井店里面怎么办 家庭的现状 让赵某焦头烂额 他也曾给家里打电话求助 希望帮忙照管孩子 甚至说要是不帮忙 就卖掉孩子 那时候我妈他们也不愿意带 就想我跟我老婆 可能是闹着玩的 他们就讲那你送你送吧 他们就这样讲 我老婆就这样讲 我们没信他这句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对他的孩子 他觉得太好 我们所以不会相信 说他真的会得罪住 就这样 赵某纠结了几个月 最后决定把孩子送人 然后我就打电话 离奇他 我就说我跟我老婆分室了 然后问他有没有要起来 还得帮我联系一下 然后他就联系了 他说那家人调经这些比较好 然后他说 我说上富可能好不好上 当时我问他 他说富可放心 他说那家人关系还可以 他说富可得好上不上 2017年6月底 他以一个人带着孩子 无法上班为由 通过朋友老帅牵线 联系了安徽省宁国市汪姓夫妻 双方约定 在一个宾馆见面谈判 把女儿卖给了他们 我就想以后带着他 就算我重新找一个 那个也不一定说 以后会对他好 毕竟不是亲身的 我就这样想的 然后我就想说 找个那种不能生育的家庭 人家肯定会对他比较好 因为独自一人抚养女儿 赵某的生活曾经变得忙碌不堪 现在女儿不在身边 她的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但是看到曾经生活的地方 没有了孩子的笑声 这让赵某彻夜难眠 哭过 哭过很多次 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感觉生命少了个人 然后就慢慢想到他以前 那些小时候 比较调平的那些中空就 然后就慢慢 就感觉比较 自己做错了一件事 就再怎么困难 也把它干下去 两个月后 妞妞的奶奶想念孙女 想跟孩子视频聊天 无奈之下 赵某将已经把女儿送人的事 告诉了妞妞的奶奶 这让她的家人实在难以接受 很生气的 然后就给她把电话 然后家里人特别生气 然后我妈当时也就跟她说 如果说生孩子还要不回来的话 整家人对人的博人她 那我肯定生气了 家人要和自己断绝关系 这让赵某幡然悔悟 她马上联系了 买走女儿的汪某 要求在宣城火车站见面 要回孩子 但汪某认为 自己没有虐待妞妞 还准备给她上户口 即将形成领养事实 如果赵某这个时候返回 想要回孩子 就要归还当初买孩子的四万元钱 可这时的赵某已经无力还钱 我觉得说 当时心里就突然好像明白了 那是用我女儿换来的钱 就是有这个想法 就留 那个钱不能留在手里 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那你就把它刷掉了 既然归还四万元钱 就能要回女儿 那么赵某为什么不还钱呢 四万元钱 对一个在外打工的普通人来说 并不是一批小数目 他用这笔钱干了什么 他自己的交代令人意外 当时我就看那些主播 别人那些才艺比较好 然后我就在它上面刷了一些 当时就想把它刷了多长几个粉 然后以后自己做主播了 引起别人的关注 让别人也跟自己刷你 就感觉刷上去 别人刷得挺快 那个耐心挺快 原来赵某迷恋上了网络直播 他发现一些网友 在观看主播直播时 可以通过打赏方式 给主播送虚拟礼物 这些礼物通过微信 支付宝等方式充值购买 礼物售价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 而网络主播从打赏中 可以拿到百分之四十的提成 一个主播一晚上 最多可以赚到十几万元 这种快速的赚钱方式 让创业失败 急于成功的赵某 十分羡慕 赵某曾经自制了几段手机视频 希望也能通过博取点击率来赚钱 但是事与愿违 他推送的视频在网络上放了几个月 却并没有点几率 更是没有赚到一分钱的打赏 但在与主播的互动过程中 他反而痴迷上了打赏主播 卖女儿 忽然间多出来这么多钱 赵某给主播们打赏 应期了不少 拿到钱后 他通过某网络直播平台 购买虚拟礼物给主播 后来赵某还加入了主播的粉丝微信群 在群里赵某看到网络红人相互打赏 为了给自己吸引粉丝 方便自己今后开直播时 别人刷礼物给自己 他通过微信转账 和发送微信红包给主播们 仅用一周的时间 就打赏主播 共计两万零六百元 赵某为显示自己出手阔绰 他给其中一位陌生网友 发了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的红包 对方未敢接受 就上头了吧 应该他们讲的 我也不懂是什么 就空 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就这样 我就想着那个情是用我女儿放来的 我就感觉那个情不应该 然后后面就到处乱刷了 四万元钱已让赵某挥霍一空 而买孩子的汪某 也不再接听赵某电话 为此赵某在广德县公安局门口 纠结了一夜 才下定决心通过报案 来寻回自己的女儿 而目前警方仅有的解救信息 也中断了 孩子究竟还能找回来吗 买孩子的人 又是什么样的人家 孩子的命运会就此改变吗 爸爸 爸爸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 夜线到场嘉宾媒体人同目 情感专家张晓彤女士 欢迎两位 这个小伙子 他如果说因为自己生活无拙 一个人又要打工又要看孩子 一个男孩子他照不了那个小女孩 他去给自己的孩子找了个好人家 给人家了 虽然没有办合法的收养手续 我姑且认为他不懂法 但是可以理解 没错 但是给了人家了 跟人收钱 收完了钱 拿着卖孩子的钱去打赏女主播 后头的这些行为 就让人觉得没法原谅了 没错 就是他既不符合一个社会性 好像也不像一个家庭成员 男主人去干的一件事 不过我觉得这并不奇怪 仔细看一下前面的介绍 我们会发现 他和他的妻子是并没有结婚的 他对社会责任 家庭义务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就是我们好 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们怀孕了就生孩子了 然后我们没得吃了 我就上矿上去干工作了 就是这么一个 随随便便面对自己生活的人 他在随随便便面对孩子 你觉得奇怪吗 好像并不奇怪 中间为什么他这么没有责任感 没有一个家庭意识 然后现在好多家长都爱说一句话 就是我们家孩子散养的 其实这个散是散而有序 散而有质的 但是还有一种养育方式 叫放养 就是完全不管 没有边界 那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生长环境恰恰如此 而且后来咱们发现 就是说他把这个钱花到哪儿 说花给了打赏女主播上面 而且他这个打赏 他还特别有理 说是孩子卖了 卖孩子的钱不能搁在手里 这纯属无稽之谈 是说给别人听的 因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打赏女主播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一次可能从打赏 十块二十块几百块 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而且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话题 他知道女主播是能赚钱的 做直播是能赚钱的 拿着卖女儿的四万 他干了什么 他想通过这个 有一天培养自己也成为主播 然后挣大钱 实际上女儿是她一笔 原始资本的积累 根本不是愧疚 而是一种博彩心理 大家就向别人学 大家都想当主播 也可能都当着主播 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些红了的 挣大钱的主播 是这个茫茫人海当中的极少数 我相信电视机前 好多虽然大一点的观众 都不明白 这打赏女主播是干嘛 童木先生在网络部门供职 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说到这个互联网的直播 它的门槛就特别低了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 这样的一个手机视频 然后就可以把自己的 这个日常生活琐碎 直播出去 就满足了很多网友的 这个窥探欲 比如有人在直播自己吃饭 有人在直播自己洗头发 那诸如此类的这种直播 确实是能够吸引很多的年轻人 我们看到一个数字 在2017年的6月直 那么我们中国有3.4亿的人群 在玩直播 那它占到了整个互联网 网友的45%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益链条 于是很多平台 在这个内容的监管上 就是比较疏松的 当然我们也是看到 就是现在我们的政府的相关部门 也推出了所有的直播 都必须要有一定的资质 只有有了这个资质门槛 你才能够去做直播 那另外的一件事就是 各大平台在努力地去加强 这个内容的控制 净化我们的直播平台 如果说这个小伙子 比如说内心有空虚 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 有所希望 又不知道希望在哪 我能理解 他这个环境太漂泊 太孤独 为什么不开始一个 看得见摸得着 踏踏实实地温暖的生活 然后去干一枚影的事呢 把那钱都糟蹋了 他通过这个互联网的直播平台 看到的是一个虚幅的 甚至是一个特别看上去很美的 一个无论男主播还是女主播 他们的世界其实和他自己 现实生活的世界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他的现实和他的这个 所谓理想的状态距离太远了 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 接受现实生活当中 去找一个朴素的对象 然后过一段平凡的 或者是简单的生活 这个已经不是他所需要的东西了 目标扭曲了 他所有前面的东西就都变形了 所以他不可能找一个 踏踏实实过日子 他不可能找一个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 他也不可能拿这几万块钱 做一个小本生意的启动资金 以后我们慢慢地生活过好 都不可能 然后这个孩子怎么办 你们没结婚 孩子没户口 估计他们也没努力 给孩子上过 我看没人操心这事 然后孩子就上不了幼儿园 然后孩子就没办法 正常地在城市里面 上学受教育 那孩子的未来怎么办 他还没到那个时候 但是到那个时候怎么办 关于妞妞的命运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在案件陷入困境的时候 寻找汪某的民情 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在安徽省宁国市公安局 何立西派出所 近期有人咨询 收养孩子上户口的问题 就是到我们何立西派出所 这个腹肌窗口 咨询了收养小孩这个腹口 是怎么办 然后我们的腹肌命运 按照规定 给他答复了所需要的手势 之后来 他的这个条件还没达到 所以让这个办理腹口这一块 就暂时搁置下来了 我们一下子就感觉到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这么人心的消息了 因为这个他所提供的这个情况 和我们目前掌握的 这个汪姓男子的情况 非常的符合 通过摸牌 民警得知汪某就住在 何立西派出所附近 但具体位置不详 无法实施有效抓捕 于是民警决定改变策略 我们通过侧面的了解 这个汪姓男子 应该是本性比较善良的 他也没有什么严重的暴力倾向 我们就分两步 一边就安排民警 在他家门口附近 埋伏着 第二个我就亲自打电话给他 希望他就是抱着小孩 来派出所一趟 核实一个情况 因为他就住在我们派出所附近 他就十几分钟以后 就抱着小孩 小孩当时睡着了 他直接就抱着派出所来 没有惊心动魄的抓捕 一切显得那么平静 妞妞的解救工作便顺利完成 他抱着孩子进派出所 我们看的孩子穿得挺好的 就是和普通的小孩穿得都差不多 他自己来的时候 还把孩子的化学衣服也带来了 他给孩子带了一大包零食 当时看着孩子 对他孩子趴着尖头 一带熟睡 睡得很香 觉得孩子对他 也没有什么排斥的状况出现 有时候我们就感觉到 这个孩子解救的 算是解救成功了 那么买孩子的汪某 究竟是什么人呢 他又为什么要买这个孩子呢 原来50岁的汪某 虽然和妻子结婚多年 但一直未能生育 做梦都想有个孩子 他也曾通过官方渠道 想领养一个孩子 但是都没成功 毕竟就是一个家庭嘛 一个小孩子呢 可以说也让有个假感觉 是吧 所以才呢就是托朋友 在马上跟他四周 给我打听一下 有没有这个 愿意送小孩给别人抚养的 听说有人想把孩子送人 汪某赶紧联系了中间人 他的小孩的爸爸 他有什么要求不用 不可能就这么三四年了 毕竟以他的抚养 付出的已经比较多幸福吧 所以他说那你 可能他说他要带点抚养费给他 我就心里我都有事了 在宾馆 汪某仔细核对了孩子的出生证明 此时的妞妞浑身脏乱不堪 反而让汪某更加印证了孩子的父亲 无力抚养孩子的事实 他还让赵某写了一张 本人无力抚养孩子 求得好心人收留的字条 虽然孩子身上有些脏乱 但是汪某看到孩子妞妞的第一眼 就相中了这个四岁女孩 并和孩子的父亲一起协商孩子的费用 当时他就问我要多少付养费 然后就是说我带几年你不容易 他说 然后我说五万 然后他说我只带了四万 然后我就想四万就四万 我说剩给那一万就当典型 给我女儿买衣服这些的 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 然后就达成喜业 妞妞平安节就出来 民警不仅疑问 妞妞和赵某真的是妇女关系吗 是否存在其他的案件隐情 警方通知了赵某远在云南的家人 及前女友 并对赵某和前女友 以及妞妞三人的血样 专门做了DNA鉴定 在等待结果期间 民警专门找来女同事陪伴孩子 并联系了广德县社会儿童福利中心短期收养孩子 说妞妞阿姨抱抱好不好 她马上就把手伸过来让我抱 这个小孩吧 体重不重挺轻的 然后也挺瘦弱的 我给她洗澡的时候吧 身上都没有多少肉就挺瘦的 但是她特别懂事 她见人就叫 然后我们为她吃饭吧 也吃得特别好 妞妞和她父母的DNA鉴定很快出来了 经鉴定 妞指赵某的亲生女儿 但是拿到这份鉴定书 民警们的心情却格外复杂 我们既感到高兴又难过 高兴的是呢 因为我们找到了 确实找到了这个小女孩 确实是她们的亲生女儿 难过的是呢 我们不知道这个小女孩今后 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她的亲生父母对她这样处理 我们不知道这个小女孩 日后的成长会怎么样 2017年11月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的此案 庭审时 被告人汪某感觉到很冤枉 她表示自己签订了收养合同 收养期间也没有虐待孩子 没有转卖孩子 当民警找到自己时 她们还自觉地交还了孩子 她认为自己 不应为此承担法律责政 我这感到也比较委屈 比较憋执那张心理 法庭审理认为 赵某和汪某双方 在买卖儿童的过程中 有相互讨价还价的情节 并且汪某还支付了 四万元的费用 明显超过了当地 社会抚养费的额度 同时汪某没有到 相应的社会管理机构 办理收养手续 而这些情节 已经构成了 收买被拐卖儿童罪 这个九七刑法 对收购被拐卖的儿童罪 是这样规定的 就是收购被拐卖的儿童 没有对其虐待 不阻碍对其解救的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2015年8月29日 刑法修正案9 对赐款进行了修订 虽然行为人具备 没有对收购的儿童 进行虐待 也没有这个周耳其解救 但是还必须 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这个情节 只是刑法规定的 可以重新出发的情节 听审中 被告人赵某提出 牛牛是自己的孩子 自己也曾辛辛苦苦 将孩子抚养四年 现在只是无力抚养孩子 收取了钱财 怎么就变成拐卖儿童了 本案中 被告人赵某 以自己的亲生女儿为妻 私人财产 以无力抚养为由 将自己的亲生女儿 转贈给他人 其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法码 根据我国新法的规定 无论是出卖他人的子女 还是自己的亲生子女 都依法构成拐卖儿童罪 本案中赵某出卖 自己亲生女儿的行为 其实就是挑战了 道德能力的底线 2017年12月26日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宣判 被告人赵某 以非法获利为目的 出卖亲生子女 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 依法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五年 被告人汪某 反收买被拐卖儿童罪 判处拘役五个月 缓刑六个月 当时我就想这是我自己应得的 我就想去做几年也是正常的 然后去做几年 大部分以后对女儿有个交代什么的 出去赚钱 谢敬我父母 然后善待我女儿 现在妞妞已经跟随她的奶奶 回到云南老家生活 但是妞妞临别时的一句话 却让民警落泪了 她就特别小声地跟那个园长妈妈说 妈妈 这次不要再把我卖掉了 这句话当时说了以后 我听了我觉得特别特别地伤心 一个四岁的孩子 真的 我觉得好好同情她 我希望她能这一段 这一件事情 我希望能在她的记忆中抹去 我希望她能忘掉 以后能够开开心心地 健康成长 就是这样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我说句心里话 孩子跟着这家人过 我看还不如跟那个 卖给那姓汪的人家过好呢 但是我也知道这不可以 因为如果你放纵 买孩子是对的 那以后大家都买孩子 被拐卖的孩子 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所以不行 但是这个孩子还给这户人家 感觉特别让人担心 警察说 我希望孩子能忘掉这一切 这是一个美好住院 但是我很怀疑孩子是否能 不光是能不能忘掉这一次买卖 他能不能忘掉钱 就是他成长的这四年中的 所有的这种冷漠 这种放养 这种没有人关怀 因为你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孩子的心理上有伤了 刚才看着景花的眼泪 我心里特别难过 就是一个陌生人 都能够对孩子的命运如此在乎 那父母怎么办 现在父亲已经要坐牢了 奶奶是接走了 但是为什么我说还要担忧 实际上妞妞的前四岁 都是创伤期 她极缺安全感 她内心的所有对现实的不满 她需要去释放 而且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征 只要外边人对她稍微好 她马上就依偎在那个人的身边 可以抱 可以对人家示好 实际上这都是一个 讨好心态的显现 所以现在我担心的是什么 四岁开始 孩子独立自我开始建立了 她的亲情模式开始建立了 那么这个时候送到了奶奶家 她能有多少精力去照顾 去看护 她有什么样的方式去养育 去教管 如果处理不好 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会什么样 我觉得从现在她的状况看 就有人格缺陷 可能会出现一些巨大的障碍 比方说人际关系障碍 比如说情感表达障碍 比方说自我控制力的匮乏 以及尤其是女孩子 我最大的担心就是 对自己的身体和情感的不尊重 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其实这块我倒是想呼吁 让更合适的人去扮演养育她 和治疗她的这种角色 其实我也在想 能不能依法剥夺他们家的监护权 由福利机构代为寻找好人家 以合法的渠道 送到另外一个新环境里面去成长 没错 您怎么看 其实看到这段的时候 我也是内心挺难过的 因为一方面会为拥有担忧 另外一方面我也在为那个 在狱中的一个被称为父亲 但事实上完全不太理解 什么是男人和父亲 这两个字眼的小伙子 也为他担忧 因为其实像很多这种 进程务工人员 他们都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知识文化水平偏低 第二缺乏基本的一个生存的技能 第三就是他没有在这个城市当中 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支持系统 北京还是在这方面 走在这个全国的前列 比如他们已经开始 把这些书 图书馆 送到了这些工地里面去 这些书目里 包括一些技能培训的书 也包括这个城市里面的生活 一些基本的应对的技巧 甚至包括心理层面的一些辅导的书 还有法律 普法方面的书 那这些书其实就是希望这些 进程务工的人员 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还能够去提升和学习 我觉得不仅仅是送书的问题 你能看得出来这个赵某 他是有看书习惯的人吗 应该有大量的 有专业能力的社会工作者 进入这个群体 一定要有教育专家 一定要有像小彤老师这样的 有心理学背景的这种情感专家 一定要有法律专家进入 然后要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之下 让人成为一个更能负责任的 真正的人 否则的话 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的话 那灾难不是一个人的 不是一代人的 它将延续好几代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